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個叫做 Adam Cube RX-7 這個是口袋的攝影燈是 公司直接給我來開箱測試測試的產品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拍攝的是燈光產品 所以它自己會發光 那我們要給大家 觀眾呢看一下它的發光效果 所以我們今天要走一個Lowkey打光的概念 就讓我們的環境比較昏暗 只有主體是比較亮的 打光的想法 我想說直接用平板燈直接boom到我頭頂上 然後它是比較黃色的燈 那我們的Aputure 300d呢 我們就直接飛上去 然後用我們的CRLS反光板 一個比較硬的就是打後面背景部分 打到這裡有光速 讓後面有質感的感覺 那另外一片比較柔和的 可能是3號或者是4號 就是勾我們後面的輪廓 讓頭髮跟背景有點分離的感覺 但是我們的300d是比較冷的色溫 它大概是5500、5600 那平板燈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色溫把它用黃一點 大概是3500到4000K左右 好啦 那我們就來執行一下吧 OK 那我們的燈光差不多就這樣 這樣子 我們就用一根boom幹 把這個平板燈boom出來 那這就是我們那樣拍攝的地方 然後我們的Aputure 300d Mark II 往上飛 飛到兩片反光板 一片是比較柔和的3號等級的CRLS 上面是01號等級 比較硬的CRLS 那比較硬的就是後面這一條光束 那3號的CRLS打到的部分就是 我人後面這邊 這邊有一點有點藍藍的 這邊就是3號CRLS照過來的 勾勒線條的部分 讓我們煮光這樣子下來 柔和光線下來 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我覺得很棒 這樣應該算是Lowkey吧 就是周圍環境比較昏暗 那後面加一條光束 因為點綴的感覺 就是讓後面不要單純一面白牆 看起來很無聊 就是多一點東西 裝飾裝飾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開箱這個 叫做 ADEM Cube RX-7的口袋燈啦 噢 等等 我們的相機都還沒架好咧 好 我們來架一下相機好了 OK 那我們的攝影機就這樣架好了 那我們今天走一個比較從高 往下看的視角 那這樣子可以讓大家看清楚我開箱 然後放在桌面上的任何小配件 那我也發現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那邊的燈太弱了 我就把Aputure 300D Mark II調強一點 現在應該是40%左右 然後我又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光線還可以再柔和一點 就是打到我人的部分 後面那個還好就是它是紋理嘛 那打到人這裡 我覺得太硬了 那我們可以 馬上把3號的CROS 換成4號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那我們就順利的把我們的3號 換成4號的CROS 那我們邊緣就明顯柔和很多 就不會有那種生硬 好像有故意一盞燈打過來的感覺 這個有點像是 就是好像房間反射的感覺 自然的呈現這種勾勒線條 好啦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直接拍攝我們的 開箱影片囉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我們的開箱影片 那我們這一個東西叫做Pilot Scene ADAM3RX7 這個攝影燈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厲害 它超亮 它的RGB的燈珠超多 而且超亮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那我們最終的那個開箱影片 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nye1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